Hello大家好,我是DP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最近新发现的一款antigravity的配额监控插件 这个插件比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插件更好用一些 既然涉及到两个插件 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这是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插件 鼠标悬停可以看到剩余时间点击可以实现刷新 这就是这么一个插件 它有一个简单的功能 但它有一个痛点 它没有办法进行设置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新插件 这个是新的配额插件 它也是能在下面有一个状态栏 鼠标选定能看到 但是它比那个插件多了一个功能 你点击的时候 它会进入设置菜单 这边有刷新按钮 它可以刷新配额 然后这边会有三个分组 分组你可以去编辑 这个是pro我们可以加上 pro然后它下面就会联动 现在antigravity是分了三个分组 flash一个分组 pro一个分组 cloud和其他一个分组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插件最大好处就是多了一个更友好的配置页面 然后功能也更丰富一点 OK 我们下面进入操作环节 首先先进入准备环节 你需要做的第一件是打开dprt.lab00.com 然后在这里搜索anti 然后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文章更好用的AR配额插件 然后打开这篇文章 到这里你需要知道一个概念就是你这期视频所有用到的内容在这个文章里都可以找到 然后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你可以在我的分享的网盘或者用下面的github的链接下载这个视频关联的这个插件的内容 我以跨个网盘举例你可以下载到1.5.35这个叫cockprt这个插件 它还是和上一个视频一样是一个vsrx插件 你只要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不下载 因为可以通过市场安装 我只是解释一下这个文件是怎么来的 然后下面我们进入安装环节 首先你的老插件应该还是在的 它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点这边的这个叫插件这个面板 找到这个老插件点开 直接点disable或者是删除掉它 就是取消安装 我们就直接取消安装它 然后这边就删除掉了 它会告诉你重启插件 你就重启一下 这样你右下角的插件就干净了 然后这时候你只需要在上面搜索安体 就可以看到这个插件 cockprt记得吗 然后这边你点安装 它就可以自动通过这个插件市场来做安装 然后如果你的网络有问题 没有办法进行安装 那怎么办呢 你需要用到下载的VSRX版本 和上一次视频一样点右上角这个帽 然后选从VSRX安装 然后你只需要选中这个我们下载的这个1.5.35这个文件 好很快它就安装好了 安装完了以后就进入到这么一个界面 我这边因为之前已经做过测试 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些简短的标签 你默认是没有的 那你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点开这个插件的设置 然后在这里面用这个重命名的方法去修改它 比如说我们把它再改成 pro只用p就好了 然后设置环节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上面是一个套餐的一个详情 会有一些功能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一些更多的功能 然后下面是三个分组的配额的设置 你可以在这边设置它的名称 设置完了以后这边右下角就会同步显示 然后就没有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它多出了一个配置面板 好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之前的那个插件也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它有一个痛点 就是没有办法去快速的设置 这个插件可以通过点击 唤醒设置菜单 用UR的方式去设置 我觉得对UX更友好 那么也符合我们频道的宗旨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对这类插件感兴趣 欢迎关注也欢迎去尝试 好的 这就是这期更好用的 antigravity配额监控插件 分享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 或者遇到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